他不是去求證生命的真實相 不是爭畏生死來接觸佛法 要爭畏生死之心要發起來 要我們智慧地關照生命當中 有很多真相 我們要明了 在三界六道的輪轉當中 我們具有種種的苦八苦交界 在所有的苦當中 沒有比生死更苦的事情 人的生命可不是人死灯灭了 可不是這一段幾十年的光景了 你死了你的神死 帶著你的念力還要輪回 還要找一種生命的解體 載體 這種生生死死死生生的 那麼這個過程 實際上在一個更廣闊的時空的背景當中 來關照 由於我們真偽生死發不起來 本來是看不到 就像我們看一個電影 這個膠片我們只看到一個膠卷 不知道下個情節怎麼發展的 不了解這個過程 那麼佛菩薩他無言原明 他能夠關照到眾生的 這生生死死的全過程 所以他才生起大悲心 你本來是有佛性的 怎麼冤枉的受這麼多輪迴的苦 而且更多的是到三個道裡面去受苦 我們人道的眾生屬於胎生 胎卵石化 種種生命形態 這胎生 這一世胎生了 下輩子又像換一個房間一樣的 又是胎生了 今天是人的皮了 下輩子又換了一個皮了 那下輩子換什麼皮呢 自己都不能做主宰的 這種輪迴從一個胞胎 進入另外一個胞胎 使一個皮帶做一個皮帶 這已經是很苦了 在這很苦當中 你在輪迴還沒有出得來 更多的是要墮落 墮到三個道裡面去 人生很難得 但是得到人生 失去人生卻很容易 得人生爐爪上土 是人生爐大地土 所以下一輩子就投到豬胎裡面 變成小豬了 投到狗胎裡面變成狗了 這些豬狗的胎都鑽過 我們肯定要鑽了 你現身非常懶惰 就想睡覺 睡了就吃 吃了就睡 你可不是下輩子你就變成豬了 豬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 最大的快樂是在那泥坑裡面滾一滾 搖頭黃腦 增到哪裏都是泥巴 但是他覺得很自在 還像禪定狀態當中一樣的 別人打他一下 他就害怕了 豬啊 豬儘管快樂啊 但是愚痴啊 古希臘哲學家有時候覺得做哲學家太痛苦 了解世間的苦惱太多 所以有個選擇啊 是做一頭快樂的豬 還是做一個痛苦的哲學家啊 那我們還是選擇痛苦的哲學家好一點 豬儘管快樂 但是馬上長好飆肥了就是人間一道菜啊 它是巴難之一啊 不能聞佛修行啊 愚痴啊 你這個狗 現在我們看人有分別 看到當官的就奉承 看到貧窮的人就高傲得不得了 你狗眼看人盯你下輩子可不成了狗了 狗腿是吧 這些都跟我們生前的習性有關係啊 這個都專過 鯉皮帶馬皮帶何手不取 好啊 你今生欠了人家那麼多錢 你不還你腳賴 借錢的時候像孫子 還錢的時候像老爺 人家再走來上前要 要錢你說要命有一條 不還 不還你可不是要下輩子變成馬 變成梨 變成牛去還嗎 你能不還嗎 這些都是因果啊 所以這個人生最難得到 而最容易失去 這可是很悲痛的事情呢 我們不了解這個真相 阿羅漢正果 了解八萬大吉以來生生死死的情況 他那種看到自己三個道受苦的那種情景呢 那都在他正果的這份上 他都膽戰心驚 流出血汗了 我們在這裡不害怕呀 等到這個果來了你就麻煩了 所以因念之差便落到三個道裡面去 為什麼因念 很多說我們違法犯罪 住錯誤都是因念 雖然這一念也不是偶然的 為什麼會這一念 這一念這麼堅固 這個時候看到好東西非要去搶 不搶就不自在 就很痛苦 你這種住賊的心理 這一念可不是當時的了 冰凍三尺非一的治安 那麼你犯罪都是因念 你堕三個道就是一念 你成佛也是一念 往生淨土也是一念 那這一念的做主宰 可不是一個 可是一個過程所凝聚的 所以因念之差就落到三個道 到了三個道裡面是容易進去呀 就好像大石頭滾到山裡很容易滾下來 但要出來就太難了 你照著五尼十惡的重罪到地獄裡面去受罪 那是萬死萬生 時間非常久遠 有時候到了壞節的時候 你的罪魅受完還要轉移到其他的世界 也繼續在地獄裡受罪 從這個監獄轉到另外一個監獄 地獄時常而苦重 那種地獄的苦是太苦了 我們人間所受到的一切的苦 哪怕是歲生萬寡的苦 跟地獄的苦相比 也已經是親得太多太多了 所以欺佛以來又為遺址 遺址就是螞蟻 這是一個典故 佛陀在見奇幻金舍的時候 看到正在挖牆角一堆螞蟻 當時就看到螞蟻就微微一笑 鄂南就問為什麼 佛不會無緣無故地笑 佛就說你看這些螞蟻 七尊佛在這個世間視現 它還是螞蟻 這個七佛是佛們常常講的 這七佛 為什麼常常指七佛呢 我們上一節叫莊嚴節 這一節叫賢節 那麼莊嚴節前面的有三尊佛 彼博師佛 師祈佛和彼舍佛佛 這是莊嚴節最後的三尊佛 那麼我們閒節的前已經硬化的四尊佛 居留森佛 居納含摩尼佛 加瑟佛 釋迦佛 那麼這七尊佛為什麼連在一起 它是指一個菩薩 經過三大阿山起結 修音正果已經斷尽所有煩惱的時候 它還要有一百小節來修相好 修三十二相八十隨心好 那麼這樣的一個修相好的過程要一百小節 最後才視現八相成道 教化眾生 那麼這一百小節是指禁句天 就是我們的在色界天裡面有一個五不環天 禁句天 它能夠見到這個一個菩薩 經過一百小節修三十二相八十隨心好的過程 那麼這一百小節裡面就含摩著這七尊佛 是這樣 所以就講這個禁句天所看到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時間很長 那麼這個螞蟻它執著一個螞蟻的身體 它也有個我質啊 所以金山是螞蟻 夏威是螞蟻 它認為螞蟻的身體很好 我們看到螞蟻很苦 但是螞蟻它自得其樂 就好像廁所裡面的蟲看得它很苦 但是它認為它很快樂 在那個糞便裡面鑽來鑽去 其樂無情了 所以它由於有個五值在裡面 所以七佛以來乃至多少佛以來 它還是螞蟻 出不來 八萬劫後未託隔身 這也是一個故事 說有隻鴿子被這個老鷹所追 那個鴿子開始就正好碰到佛和設立佛在一起 這個鴿子先在設立佛那裡 鴿子躲在那個影子裡面還會顫抖 結果鴿子在佛的那個圓光影子裡面就很安穩 那麼這個佛就問這個設立佛 你看這種鴿子 八萬大劫以前 它是什麼變過來的 那麼設立佛觀察觀察這個八萬劫 它只有八萬大劫的這樣的宿命童啊 一看 八萬大劫推到那個還是鴿子 那麼再觀察 以後它什麼時候脫離鴿身 再觀察觀察 八萬大劫以後還是鴿子 這說明身文正果的智慧有限 佛就跟他說這個鴿子在八萬大劫以前 多少多少劫它是怎麼過來的 八萬大劫之後 未來之後多少多少劫 它怎麼歌聲的最做完了 怎麼變成人生 以後又做比丘 什麼時候成佛 說出來 你看八萬大劫之前 八萬大劫之後都沒有脫離鴿子的身體啊 這個畜生道時間就已經很長很長了 這舉出這個螞蟻和鴿子的畜生的時間這麼長 那麼這個鬼道裡面 地獄道的時間 北至還要加百千萬億倍啊 這九經長劫何了何修 而且在這個三個道裡面是無量聚苦交間 無歸無咎 不能休息啊 佛菩薩就是視線過去救 由於他涅障深重 他也接納不了 信守不了 也沒辦法得到救度啊 地藏菩薩在地獄肚子 好不能一度一個眾生 肚上來以後又回去了 所以車伯大師就談這些啊 就是每當談這些眾生在輪迴聚苦的時候 那這個寒毛都縮起來啊 毛骨悚然啊 每當念到三奧道的巨苦的時候 五張六幅都在焚燒啊 所以這個祖師對生命對輪迴的這種敏銳性啊 哪像我們一天到晚麻木得很啊 幸福的生活甜如蜜啊 開點什麼車 弄點什麼冰箱就覺得這個時間好得不得了啊 對這種苦難都很麻木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痛念生死啊 這個生死問題不能解決是如賞考筆啊 考筆就是父母 父母去世的私底停在這裡 你這時候不能怠慢 趕緊要辦傷事啊 把後事處理好 這時候你其他的緊要事情都要放在一邊去 都是怎麼處理父母的後事啊 如賞考筆啊 所以禪中也說 未誤之前如賞考筆 未誤之後也如賞考筆啊 所以我們生死未了就得要有這種心態啊 就像父母去世平放在這裡 你趕緊要辦這件事一樣 奴就投燃 投都燃上火了 你還能想其他嗎 所以我們想想我們現在念佛人 有不有這種真偽生死性 如果真的是奴上靠筆 奴就投燃 一天到晚還能犯犯悠悠嗎 跟他念佛 叫他念一萬聖佛號 他說哎呀 我沒有時間啊 我很忙啊 等我退休以後再說吧 等你退休以後你的頭都燒焦了 你這個父母的師弟停在這裡 早就腐爛了 你能忍心嗎 從中我們看到為什麼這個萬修萬人去的法門 最後怎麼成了一往而無人呢 我們不具有真偽生死的前提啊 所以這句話我們要好好的去體會要落實 好 請看下面 然我有生死我求出禮 而一切眾生皆有生死皆因出禮 彼等與我本同一體 皆是多生父母未來主佛 若不念普度 唯求自立 則於理有數虧 心有慰安 既大心不發 則外不能感通諸佛 內不能切合本性 上不能圓成佛道 下不能廣立眾生 無始恩愛 無始恩愛 何時解脫 無始怨千何以解釋 集結罪孽難以剷除 集結善根難以成熟 誰屬修行 多足藏元 眾有所成 眾多偏小 故須稱信發大菩提心也 好 這些文句都很有勾索關聯的聯繫 透過我們觀察自己這樣的生死的聚骨 升起一種強烈的處理性 能否把這一念的心再闊而廣置 我有生死 我就處理 而一切眾生也都是在生死輪迴裡面 尤其是跟我們有緣的眾生 他們也應該處理這個痛苦啊 一切眾生生命當中具有離苦得落的本能啊 這裡太苦了 處理就是給他究竟的利益 更何況一切眾生跟我本來是一體的 心腹眾生等無差別 同體的 而且在無量輪轉的過程當中 我們跟一切眾生父為父母啊 他們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啊 是生生世世的父母 那麼這些眾生雖然在輪迴裡面 但是他具有如來葬性 他就是未來的祖佛 所以普賢菩薩第一行願 离敬祖佛 不僅离敬過去佛 現在佛 尤其要离敬未來佛 為了佛就是我們在座的所有的眾生 我們都屬於未來佛的範疇 都要以平等的心去恭敬 如果我們不能升起普度一切眾生的心 唯求自私自利 解決自己的心 那麼這在同體的圓頓理念上有所虧損 我們這個同體的大慈悲心 就不能得到安心安樂 諸佛菩薩為什麼不斷地到這個世間 來實現種種身份 因以合身得度者極限合身而為說法 就在於他跟我們這些眾生同體 看到我們在這受苦 他心有不安 他一定要來的 更何況 修淨土法門 他的宗旨 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因為淨土一法是大乘的法門 他一定要發大乘菩提心 如果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提心 發不出來的話 這外不能感同諸佛 就是外目足聖 阿彌陀佛建立西方極樂世界 建立名號 種種善解方面度化我們 他憑什麼 他就是憑大菩提心嘛 那這句名號是大菩提心 大慈悲心的結晶 我們去念他 我們去用自私自立的心去念 他就很難感同 我們也有這樣的相似的那種大心去念 就能夠感同嗎 同質對應嘛 同勾相應嘛 所以如果這個大乘菩提心發不出來 就外不能感同阿彌陀佛慈悲願力 內不能契合本性 本性是什麼 這叫內重幾靈 佛性 佛性裡面就是佛心 佛心就是大慈悲心 我們的本性當中的特點就是大悲心 如果我們只是想到自己 那麼我們對我們的大悲心 平等心 就不能夠偶合了 那這個心發不起來 善 我們不能原成佛道 因為發菩提心是成佛的種子 成佛的前提 就不能原成佛道 你菩提心發不起來 你自心的功德 智慧 福德也起不來 你也不想去度化眾生 所以善不能廣利一切眾生 你善有所窥失 不能原成佛道 善也不能度眾生 那你這樣的道心發不起來 那一定是我們的煩惱在主宰 所以無數節以來的 這種恩恩愛愛的這些情愛 凡夫的情思就會把我們纏繞 束縛住 所以也就動盡無量節 我們都解脫不了善間融為 所以這裡提出大乘菩提心 也是治他不阿 我們去度 度眾生就等於度自己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自心的眾生 度了眾生就等於度了自己 如果度眾生你也不度 大心不發想成佛在那裡想打打坐 你大心不發你在那裡就修行 也很難得到消息 冷水泡石頭 不知道泡到何年馬月 這個時代修行 你靠自己那種小心量修行 坑坑吃吃都很難成就 這個時代修行 佛經再三講到 一定要靠佛的功德力 才能夠修行成功 那麼你靠佛的功德力怎麼靠得上 你一定要發菩提心 一定要在救度眾生的過程當中 才能靠得上 所以這個無數恩愛沒有辦法脫離 你無數節以來很多冤家對頭 你沒辦法解開 無量節以來放縱貪嗔嗔 身口一三葉造作的種種的罪業 也沒辦法忏悔掉 那麼多生多劫 我們也曾經有跟佛結緣 修六度萬恨三學的這些善根 由於我們大心不發 它也沒有辦法引發出來 激活開來 沒有辦法成熟 所以你這個大聖菩提心不發 你想修行就有種種的障礙 修不成 縱然僥倖有所成 也最終會墮到偏小 就是小秤裡面 正偏之捏盤 飲三美酒度無微坑小秤的心量 所以這個發心是有這樣的利弊得食 就應該稱和我們的十項之心 來發起大菩提心 好 請看下面 蘭大心激發 因修大行 於一切行門之中 求其罪易下手 罪易成就 至極穩當 至極圓頓者 則無如以深信願持佛名好義 所謂深信者 釋迦如來泛因身相 絕無狂語 彌陀世尊大慈悲心 絕無虛怨 且以念佛求生之音 必敢見佛往生之果 如眾瓜得瓜 眾鬥得鬥 想逼應生 隱逼隨行 因不虛其果無浪得 此可不待問佛 而能自信者也 旷悟人現前一念心性 全真成望全望極真 終日隨緣 終日不變 橫遍訴窮 當體無外 彌陀淨土總在其中 以我聚佛之心 念我心聚之佛 其我心聚之佛 而不因我聚佛之心也 往生鑽在 臨終淚相斑斑斂烈烈 其其我哉 好 請看這一段 那麼我們大菩提心發起來之後 就得要選擇一個行門龍 來落實我們的菩提願 對這個行門就得要有 慎重的摺法也了 在八萬四千法門 乃至無量行門當中 一定要選擇一個 簡單 快速 而有圓頓究竟的法門 我們在這個摺法方面 對我們挑戰性很大 摺法眾生 如果讓我們自己去 博通三丈 自己八萬四千法門 多去了解 多去 解決 可能我們沒有這種能力 也沒有這種時間經歷 那麼一些菩薩 祖師很慈悲 已經為我們通達大藏經 為我們這些末法的眾生 選擇好了一個行門 就好像一個很慈悲的良衣 給我們製成了一個現成的藥 不需要我們便找藥方 了解藥性病源 然後去採摘中藥 泡製而成 這個過程太漫長 那麼這些千金萬嫩處處只歸 一切行門當中 醉意下手醉意成就 醉意下手就是方便 就是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 男女老少 富貴貧窮 有否文化 都可以念 下手醉意 而且醉意成就 馬上跟阿彌陀佛 互動 感應道教 全是佛工者為自公德 當生代言往生 一往生 就能快速成佛 這是醉意成就 至極穩當 因為念佛的時候 有阿彌陀佛的光明 願意給我們加持保佑 讓我們的天魔 外魔 我們的五陰魔 種種心魔 不能搗亂 至極穩當 至極圓頓 這個法門 是來自阿彌陀佛 稱信功德所凝聚的 一法具足一切法 圓就是一切 一法具足一切法 你念一句阿彌陀佛 就所有的都念到了 所有的功德都具足了 這就叫圓 頓呢 就是你當生就能解決 無量解以來解決不了的問題 很快就能成佛 他頓 是一切圓頓裡面 至極圓頓 所以這樣的一個比較簡別 就選擇行門 就應該以深信切願 持佛名號 那麼這個深信 信什麼 信釋迦如來犯因身相 絕無狂語 釋迦如來是由於在因地做大悲菩薩的時候 曾經發過五百大願 發願在娑婆世界五諸俄世 人壽百歲的時候來救度苦老的眾生 他來我們這世間不僅一次兩次了 梵網經說來這世間都是八千次了 八千反了 這都是他悲心數字 所以由他親近的犯因所說出來的 絕對不會說騙我們的話呀 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以及大聖經典的二三百種 拜說淨土的經典 處處只歸啊 言皆真實 我們要相信 雖然對這個淨土法門的勢力因果性相 以及它的一種既簡單又那麼究竟 我們一下子信不及 也確實不是凡夫的境界 這是佛的果地的境界 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二乘 凡夫二乘菩薩不能了之 那麼在這情況下怎麼辦呢 我們就由於相信 因為釋迦牟尼佛他的佛格 他的慈悲 他的功德 他不會來騙我們 他也沒有騙我們的動機 他連國王的位置都放棄了 遠離明利 他騙我們幹嘛呀 所以絕無況語 這要相信 這要相信 這要相信阿彌陀佛來 這樣的是無量不可數量阿燃幾劫 這樣的亡古的時候 這尊大國王捨家器與行作沙門 稱信五大劫發願 以後動盡五兩劫圓滿大願的 這樣的是不會虛假的 阿彌陀佛是具有大慈悲心的 大慈悲心具體就是 不能忍心看我們還在這裡輪轉 我們在這受苦 阿彌陀佛如劍入心 我們安頓到了西方淨土 他老人家才會欣慰 才會歡喜 父母愛子女的心 我們對這個要相信 進一步相信他這個行門 因果的關係 妙因妙果 我現在以信願念佛求往生這樣的淨土之因 一定會感到靈命忠實阿彌陀佛來 來接引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這樣的果 因果是對應的 如果你不是念名號 你念其他的 那當然因果就有偏差 這種因果就是種瓜你就能得瓜 種豆就能得豆 你有聲音到山裡喊一聲馬上就有回應 你有一個形體照在就有影子伴隨 法爾自然的 無作妙用 所以我們現在修禁業的因 不會唐捐 不會虛其 那麼這個果呢 往生的果 它也不是隨身便便偶然得到 是你真實的有這個修因 才能得到往生成佛之果 那麼這樣的因果關係是法界的那種 放置世而接種的尊理 這不需要去問其他人 甚至也不要去問佛 自己就能相信的 自信裡面就相信 因為自信有無私之廣大是自然之 我們限量的來觀照就能相信 更何況我們 從我們因念心性之看來看 雖然我們現在是攀緣的心 失心 因念無名深山性 境界無緣長六處 這樣的一個阿賴耶斯的心 心王心屬這些法相中 都剖析得很清楚了 那麼我們這樣的無名的妄心 是從真如心裡面生起來的妄心 就好像浩瀚的大海 佛起的一個佛毆 一個水泡 但是這個佛毆它當體也在大海裡面 那麼我們凡夫的執著是執著這個 一個佛毆就是全體的大海 等我們修行破了這個佛毆 這個佛毆也回歸到自信的大海 所以我們要認知這一點 這樣我們就從那個真如和真望方面就瞭解 終日隨緣 終日不變 我們一念真如自信 不守自信 就會隨著緣 緣有清淨的緣 有染緣 隨染緣造孽就是六道輪迴 六法界 隨清淨之緣就是四聖法界 這是隨緣顯現的法界 所以是它的視像上的這樣的一個生命像 在終日隨緣 但是就在這個隨緣所顯像當中 終日不變 雖然在這種地獄裡面 在人道裡面 甚至在天道 身為原覺裡面 但我們的佛性 從理體來看它是不生不滅的 再佛不爭 再凡不減 雖然我們是苦老的凡夫 但佛性沒有一點減少 全體具足 阿彌陀佛已經正道的過世 終日不變 所以終日隨緣從四項生命門來說 終日不變是從理體 正能門來說 一定要了解這樣的辯證 辯證關係 那麼我們這樣的一念自信 數穷過去現代三計 橫變十方 所以當體無外就是大方廣 就是我們的體向用 心性 在這個大方廣的自信裡面 那麼阿彌陀佛西方極度世界 也在我們一念心性之內 不在心外 好 但是這裡概念要辨識 西方極度世界是在妄心之外 但是在我們真心之內 那麼現在我們這一念的真心 是具足阿彌陀佛法身報身硬化身的心 那麼這個佛 阿彌陀佛那邊 我們這一念的真心也變到他那去了 就好像這個房間裡面的所有的燈 燈燈輻射 燈燈相照 你很難分別這個光是這個燈的光 那個燈的光 它圓融附射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真心的這個燈 這個光 跟阿彌陀佛的光 也是這樣的光光輻射 所以我們的心裡面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那邊有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以這個具阿彌陀佛的心來念我們心 錄到阿彌陀佛那去的佛 這樣它馬上就會因核 呼應是同時的 所以這個念佛一法就是這樣的原理來感應的 阿彌陀佛的法身錄到我們的心裡 阿彌陀佛全體的大悲願力 就在我們的念頭裡面 所以我們一念它 馬上我們心裡的彌陀就會因 所以臨終顯現的情況 也是我們自心所現 雖然是阿彌陀佛大悲願力為源 但也是我們私心所現 所以這樣的感應在《往生傳》裡面 這種臨終所現的種種類像 異鄉滿世 天約迎空 阿彌陀佛西方三聖現前等等這些 都是真是不虛的 它不會來欺騙我們的 這就是不可思議 大不可思議 好 請看下面 《如此性以怨樂至切 以彼土之樂 回觀娑婆之苦 厭離至深 奴離側坑 如出牢獄 以娑婆之苦 搖關彼土之樂 心樂至切 如歸故鄉 如奔保守 總之 如可思飲 如疾故思食 如病苦之思良藥 如嬰兒之思慈母 如避冤家之持刀相破 如墮水火而寄求救援 果然如此懲恨一切 如淳縱 莫能引轉意 然後以此信願之心 知此名號 此一生 釋依九點總字 念一句 釋依往生正音 只须心心相续 念念无差 为专为情 无杂无见 欲久欲间 转持转窃 久知久知 自成片段 入一心不乱一 诚然如此 若不往生则 施迦如来变为狂语 弥陀世尊变为虚愿 有事理夫哉 好 前面讲到从信佛语 由佛起信 和由相信自己的心法起信之后 这样的信就是信得非常的有基础 不是那种迷惑颠倒的信 那么这样信了之后 这个怨 怨要至切 我们发愿往生是好要 是发生内心的 不是别人强迫的 不是别人无奈的 也不是说自己修行 哎呀 我修念佛法门 我什么都不行了 没有办法呀 我就念念佛吧 也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行门当中最殊胜的 所以你来念佛 你应该有很高的自信 哎呀 我终于能念佛了 太好了 不是说哎呀 我没有水平了 没有办法呀 无可奈何呀 不是这个 所以这种好要之心要出得来 这种好要里面就包括法行 这种修行就很快乐 如果我们的 无论在家出家修行 修得很苦恼 很紧张 很无奈 很不好意思 别人问你信佛学佛的 还不敢说 说那怕人家嘲笑 拿个念佛也赶快偷偷摸摸 他这个好要出不来 我们一定要这个愿往生的好要 要非常恳切 这种恳切的愿要 是来自我们的信心 由信起愿了 那么这个愿要 我们就会自然产这种 粮土的比较 苦恼的比较 那我们这种愿要 更为如绝江河 佩然墨语 那么我们透过看净土经典 以西方极乐世界 无尽庄严的快乐 作为参照系 再来回观苏婆世界 种种的苦难 我们的夜里之心就会升起来 那么 比较之路很多 简单说几点 比如我们现在生存压力很大 大家一天到晚都为 找钱去忙碌 医师住行 成了我们一生奋斗的内容 耗尽了我们多少生命的时光 都没有时间尽力来 关心自己应该关心的 这种生命的终极关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它资深用具 念头一动就现钱了 我们住点房子很辛苦 那你念头一动 七宝宫殿就现钱了 我们弄点衣服很辛劳 念头一动 你七宝合成的衣服就披在身上了 所以没有生存压力 那么这个世间 我们很多受欲望的这种 这种煎熬男女的情爱 那边都离开了这种东西 也没有女人 都是大丈夫生 我们这个世间感到苦 长相很丑陋 不好看 都甚至不愿照镜子 半恐怖分子 那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佛一样的身像 指摸神经事 这个世间最苦恼的是 冤家对头碰面 到了那个地方 都是足上善人见面 见面都生欢喜 相互赞叹 没有冤家对头 这个世间有种种生态问题 环境问题 等等战争问题 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那种乐 包括我们所害怕的 这个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 无常 西方极乐世界 无衰无变 你用这些来对比一下 娑婆世界 才会知道这个地方太苦了 不比较 没有鉴别 否则我们还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再一看身体 每天生病 跟医院打交道 跟妖怪打交道 到西方极乐世界 永远不生病 这个世间福报再大 你迟早要死 活过八十一百岁也得死 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 而原来才发现 我们的生存状态 身心结构 这种武浊 杰浊 贱浊 烦恼浊 众生浊 命浊 是多么的可怕 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 武清 转武浊成武清 这样的夜里才会生气 于是才会关照到 我们这个世间 原来就像毛坑 臭不可闻 就像牢狱 牢狱不得自在 囚犯 我们蹲在牢狱里面 还愿意坐牢吗 被狱卒天天看管做 吃也吃不饱 什么都不得自由 三界就是牢狱 我们不得自由 我们被种种的东西锁住 我们不能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我们很难做自己想做的事 牢狱 所以这种夜里 火窄 牢狱 毛坑 这种观念一定要升华出来 在我们处在娑婆世界遭受种种的巨苦 用这个苦在摇关西方极乐世界的乐 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无有重苦 但受足乐的状态就有心目之心了 这种心目之心和艳丽之心正好是一体两变 富为真上 有心目之心我们才会艳丽这个世界 有艳丽才会激扬心乐 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亲切的关照到 它就是我的故乡 在这个世间是我们匆匆的过客 是一个异国他乡的地方 这个世间是一个大火炬 那边是七宝的清凉池 所以我们到那去是像回归故乡 就像奔向保暑 所以我们念佛求往生的心态是什么 就好像干渴的时候 施那个饮料 泉水 就像饥饿的时候 希望得到饮食 食物 在我们病得叫爹叫娘的时候 希望有良药 良衣来治疗 像婴儿走路都不能走 在地上爬都爬不动的时候 他不能离开慈母 离开慈母他就饿死 摔死 就像婴儿之思 慈母 能够对这个娑婆世界 冤家对头碰面 他要持到乡坡 你赶紧要跑 要跑到一个 你有大国王能保护你的地方 冤家对头一看他 就不敢拿刀杀你的地方 赶紧跑过去 就像又好像在生死苦海当中 灭顶之灾求救命的时候 那样的恳切 如果有念佛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恳切 那么这个世间的五一六成 还能够去吸引我们的心吗 我们还会对他感兴趣 甚至对他猛烈的执着吗 都没有了 我和我属都淡化了 离开我和我属 我们的波约智慧就现前了 不做一切法就做在波约上了 就由于我们的贪恋执着 我们的波约智慧不能现前了 所以就以这样的 生性切愿之心再来念这句名号 他的分量 他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你只要念一声 就是一声九瓶往生的莲花种子 你念一句 就是一次往生极乐世界的正音 生性切愿 建立之后 木质去念 只要心心相续 念念无差 就是这句佛号 要专一的念 要精情的去念 不要夹杂 不要间断 你念得越久 你的信心越坚固 你持得越多 你心态就越恳切 你在这样的信愿 持命过程当中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在过程久而久之 自然你的念佛的功夫 就会成片 就会降伏烦恼 进一步加工用道 你就能录到 事一心乃至第一心 那么这样的功夫 我们就看到 最先是来自 你有不有生性切愿 你没有生性切愿 功夫都免谈 如果离开生性切愿 你仅仅把这符号 作为一个 助功夫的手段 这就是以横潮法 做数族用 你就是功夫 助到成片 得禅定 你也往生不了 何以故 你不能具足信愿 感同佛地 感同阿弥陀佛的地 如果我们能这样的 以生性切愿 持命 久而久之地去念 确实也要谈功夫 功夫 为尊为情 无杂无尽 欲久欲坚 欲此欲切 能这样去做 你一定决定往生 如果你这种情况 还不能往生的话 那释迦牟尼佛讲的 一代实教 处逐宣说进度 那就说的大假话了 那阿弥陀佛向整个法界 所宣扬的四十八大愿 那也是虚假的了 那么这两尊佛都是佛 大慈悲精 具足一些种子的佛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这是测误大师用反语来肯定 释迦牟尼佛不会说假话 阿弥陀佛不会发虚愿 它是真实的 于是让我们放心 好好的把这个 真卫生事发佛提心 以身性情愿持佛名号 这个十六个字的这种刚中要领 落实在我们的行动当中 我们大事就成办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它是红开 回家 无缘离尘海 它是红开 在梦远至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